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餐呢我们就选择去吃一个海鲜的餐厅 这是Hope介绍我们的 然后这边有很多新鲜的当天烙的海鲜 我们当时是吃了两个Octopus 我去旅游的时候很喜欢逛当地的超市 就可以看到有什么新鲜水果 像葡萄牙的话呢 它们有很多橘子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榨个新鲜的橘子汁 早上可以喝 它们还有很多好吃的 Bakery可以买回家做早餐 都是很棒的选择 第二天呢我们就来到了 这边附近的一个大广场 这个广场靠海边十分的漂亮 它们的颜色都是以鲜明的黄色做主调 在广场的右边呢 是商业街 左边这里呢就是海边 这里的交通呢也很方便 像是bus啊tram还有地铁火车 都可以自打很多不同的小镇 这边就会回到西班牙 至少台湾的传承 最后的飞开 这个温度来发生了 最后一会主 aircraft 最后一会发生了 最后一会发生了 这里停止了 这边不回来 现在我们真正需要 你说这是什么 非常不够的 说话 我们看看 末目面 我们这次呢就是坐在这个28路 street car 到了李斯本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 我欣赏了这边李斯本的全貌 这旁边有一个很古老的教堂 很有葡萄牙的氛围 葡萄牙的教堂呢 跟很多欧洲其他的教堂比起来呢 感觉就比较朴素一些 颜色呢也都是选用青桃瓷 然后它的装饰呢也就比较简单 这边就比较简单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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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最早的那个广场的右边的商业街 很多商店 就是有点东西像步行街一样 可以逛逛街啊 吃一下餐厅啊 十分的有意思 很休闲 晚餐呢 我们就到了这边的Timeout Market 真的选择好多 好多人 若是不知道来里是什么 要吃什么呢 就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很多种选择 然后你觉得不错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点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